新冠肺炎疫情 让台湾关公路有三业 中共无六关 首次只要第一名是聘业者 为了提升地方路有经济 所以在2月8日 出示新婚前合买 纪要复合条件的人 就能够在哪里聘的话题 这个话题也在首次向中的困点和支持 业者表示 民众新婚前合买 纪要有2月8日的所理 就算是没白做会 同样买东西就会免费到一条例子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没有人来陪巫婆吃饼干 巫婆都瘦了 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赶快来学院陪我 一起吃饼干 228年假我在学院等你 我们推出228年假 你只要身份证字号里面有228 这三个数字不用连号 评本馆消费发票 跟你的证件 就可以得到我们准备的精美小礼物 我们每天 巫婆们跟我们的巫师们 都要做一个量额温的动作 一天量两次 以及在我们学院的入口处 都有放上酒精 大朋友来 一定要记得帮小朋友做手部的消毒动作 建议大家还是勤洗手 再加上酒精消毒 试吃起来大家都放心 赶快来看我 我在学院等你们 刘三雄中处的军标识 为了提升台湾经济 准备 可以说是很用心 在入口处和工业之间出的变形 它是胸东志祺 那么现在因为肺炎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这些观光产业 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么我们饼干学院 这个观光厂 有去想出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来振兴我们的观光的效应 那么希望也能够带动 能够让我们的观光的这个效应 可以不要冲击到那么大 食品牙甲标识 这个例就没认为iche多多钱买的东西 只要夫亚丁 loads能够认定 大部都是向中华在地参入相关的东西 欢迎民众在日落60 June 新中华新闻立命宏 fold earth 谢谢观看